因为恒大之前曾经引进多名国劳级别的球员, 倒是于乐律生、郎绅元和徐星短球员, 不能成为球队的主力。 所以,这一次恒大一口气, 已进入明明星国奖,并不被外界所看好。 从来,为了巩固明星球员上产的权益, 以及给外界更多的信心, 广州恒大公布一系列的球队新规, 从来刺激本土球员,可以更好的比赛。 比如装车联赛登场,竞争上产名人员, 以及一线队升降制度。 原来,无论恒大进行怎么样的变革, 都会允许某些不能的攻击, 并且要认为破坏中国职业联赛的攻击。 其实,恒大一次会引进多名明星国脚变分首次, 早在2010年战队开始, 恒大就会引进国脚集团的球员加盟球队, 而所谓的极限队的类似的名称, 一直存在于恒大。 因为恒大是近10年贡献最多国脚次数的中超球队, 也就是说无论是恒大还是落戒针对恒大国脚多的情况, 也并非第一次出现。 双方运行入手人和, 毕竟, 长。 其实, 按照最重要的说法来说, 广州恒大现在就是在流反当年黄马模式, 齐导力交胖人, 齐导力交胖人模式, 是两千为当年的黄马助习福乐连币门开启的鉴定模式, 让顶级外援, 带动国内年轻球员一起为黄马征战, 一方面不停地引进齐宝美, 斐哥, 文马乃哥和被策汉女等巨星, 一方面不断从对面和国内挖拳, 提拔他人类似的年轻球员和培养出老乃这样的顶级球员。 当然, 黄马当时的政策也是有力有力, 在巨星的大战下黄马的成绩, 又永不得增长, 并且获得了欧冠军军。 但是, 本土球员的实力与巨星, 的确存在差距, 从而年轻球员是获得了足够的上产机会, 却无法完全将亚当人实力差距拉到一个水平线上。 当然, 如果广州恒大继续保持老国脚的使用, 就很大可能作为一个年和剧, 交明星球员和顶级乐员的差距尽量缩小。 也只有这样, 一支球队拥有顶级乐员、 明星球员和老将, 在呼吸时发挥不同的作用, 才能够让团队更加强大。 虽然广州恒大在2019中车转或窗户风惑雨, 但是还有一支球队, 可能打算南京过海。 根据国内媒体刺客足球队先示称, 张艺民为了获得更多的比赛时间, 即将回国加盟抖金国安。 这一位19次, 就在和贾联赛, 拿成首秀的球员。 在2017赛季, 就加盟应超进入阿斯汀队里吗? 并且转队道的贾豪强连达不来门。 原来, 这一位在五大联赛下令的球员, 却没有获得一点上场的时间。 在返回和贾球队之后, 张艺民也被献献打入新门队, 并没有太多的未来。 所以, 张艺民的回顾之路是迟早的事情, 比其他海关明星球员一样, 都是因为在欧洲没有机会。 万万能想到的就是, 在广州恒道远近 李明明星国脚之后, 全中国的足球理论都被恒道口诛笔伐, 媒体却爆出北京国安远近海部球员张艺民的消息。 而这样的操作, 即向上赛季二八能量转换世界, 北京国安最终还是严重超过调节色底线远近巴坎布。 当然, 因为远近海伟的流氓国甲张艺民, 北京国安也是难逃中国足球的围攻了。 在广州恒道远近李明明星国甲, 以及减少贵人增产之后, 无论借如何吐财恒道的操作, 都能以阻碍恒道用贵人到年轻球员前进的方式, 还走进国安涉先远近两名规划球员, 甚至可能购买张艺民增强球队实力。 虽然记者和球迷, 对于张艺民的选择会产生递解, 但是, 港币球队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宣救国, 而非行为导举, 打在自己的球队和完成自己的终极梦想。 但是, 在混乱地堪的中国足球大环境之下, 疏图就不能同工了。